哈囉大家好我是Grace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終於不是開箱了 是比較特別的主題 是關於星座的分享 然後今天的主題就是 哪些關於摩羯座的大小事 我要先跟大家聲明 這個呢就只是單純就是 就我對摩羯座的觀察而寫出來的分析 但並不代表說 只要他是摩羯 就一定是符合我影片中的敘述 畢竟如果說只用星座來分類人的話 那全世界就只有12種人了 應該不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呢 只是單純給大家當作一個參考 首先呢就是關於摩羯座難搞 我常常看到有人在分析摩羯座 然後常常都會有一個評論是說 摩羯座很難搞 那到底有多難搞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摩羯座非常非常的討厭 節奏被打亂 什麼叫做節奏被打亂 這也不是說摩羯座不喜歡瘋狂 或者是很突然的驚喜 而是說摩羯座其實時時刻刻 心裡都有一把在衡量的尺 他會事先在心裡有一個底 什麼時候我要做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要在什麼時候前完成 他在心裡是一定有個底說 我要把什麼事情安排在什麼時候了 哪有哪個時間他已經預定好 就是要做那件事情了 這時候如果說有一個突發狀況 然後打亂他的安排 並且超出他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他就會覺得非常的煩躁 然後甚至會有點感到生氣 如果說你突然臨時就要去夜唱 或是夜衝 或是突然來個小驚喜 你只要不要破壞到他原本的行程 其實對他來說是很OK的 而且甚至可以說摩羯座其實是蠻好救的一個對象 另外呢摩羯座的小劇場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而且他的小劇場都是偏悲觀的 可能你只是一個小小舉動 或是一個小小的眼神 就會瞬間在摩羯座的心裡 那種炸開來一樣 他就開始想說 這個人是不是不喜歡我 這個人是不是有點討厭我 我剛剛是做了讓他不開心的事情 他就會開始各種事去在他的腦海裡轉 那時候為了保護他自己 他就會開始歸所 小心翼翼的 然後開始什麼事情都不太敢主動做 一直要等到對方開始 開始熱絡 就是主動跟你說 欸你怎麼啦 然後什麼的 然後摩羯座就會鬆了一口氣 就覺得喔好 沒事了沒事了 然後才會開始主動要講話之類的 接下來呢要講的是 關於摩羯座的友情 摩羯座呢就是標準的 你帶我如何 我就帶你如何 你一開始可能跟摩羯座相處的時候 你對他好 摩羯座就會在心裡把你定義成 你是一個好人 但他並不會直接把你列入是朋友的範圍內 他會開始默默的觀察你 然後看你的橘子啊 言行啊 到底值不值得讓他豁出去 然後來對你好 把你變成他想要真誠的 對待的朋友群內 但基本上 只要他感覺得到對方是真心誠意的 也把他當做朋友 那他一定會把對方也放在心底 摩羯座是一個很念舊的星座 只要他把你認定是朋友的話 即使後來沒聯絡 他還是會默默的在關心你 像是透過IG啊 或是和朋友聊天 然後去透過這些來知道說 你最近過得好不好 然後你過得好 他也會覺得很開心 對他們而言 一時的朋友 就是一輩子的朋友 甚至偶爾就是可能走路啊 或者是看到相關的景物 他就會突然想到說 你以前跟他相處的狀況啊 然後可能想到一些回憶 他就會玩而一笑 所以對他們來說 就算你們沒有聯絡了 在他們的心裡 你還是他的朋友之一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關於摩羯座的愛情 摩羯座如果喜歡一個人的話 他是真的不用等你去勾他 他就會自動靠近你的一個星座 如果他喜歡你的話 你私訊他 你的訊息他一定是第一個回 摩羯座對一個人的喜歡是超明顯的 是明顯到可以讓對方感覺得到 這隻摩羯可能是對自己也有好感的那一種 但是也別忘了 摩羯座是悲觀小劇場的主人翁 他只要發現 你對他是疑似不喜歡的那種小舉動 他們就會開始退縮到底 但如果你要讓他有一些行動到不行的舉動 他就會立刻衝向前 所以給大家一個小提醒 如果你很喜歡一個摩羯的話 甚至感覺到他對你也有好感的話 那真的就不要一直玩曖昧遊戲 曖昧很美好沒錯 但如果曖昧的小劇場來來回回太多次的話 摩羯座可能就會覺得 喔這種不安定的曖昧感覺很糟 他可能就會陷入崩潰的情緒 然後接著決定說他要放棄 放棄之後摩羯座就會陷入說封閉的階段 然後甚至拒絕和你聯絡 因為對他來說 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他要自己整理好死去的時間 其實等他整理好死去以後 他就會主動回來跟你當朋友 但在那時候對他來說 你就真的只是朋友了 他已經整理完了那些喜歡你的情緒以後 他也沒有想要再跟你當情人的意思了 那你們的曖昧其實就等於是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摩羯座分手啦 對於摩羯座這麼正經的行作來說 分手並不是說那種可以輕易提出口的事情 他們不會很輕易的講說 喔不然就分手啊這種話 因為他們覺得分手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他們覺得是在心裡想了一百遍 然後甚至模擬那個情境 當他們真正提出分手的時候 那就是真的他們要分手了 你在怎麼挽回 對他們來說都是一些無感的舉動 他們想要分手的時候 其實是他們自己覺得他們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然後給過很多次的機會了 他自己的機會不是說我口頭告訴你說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喔這種的 不是他是在心裡 因為摩羯座就是小劇場主人喔 在心裡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要再給這個人一次機會 這個人呢一旦就是有改掉 然後甚至對他好一點 他就覺得說好那沒關係 我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 那如果說你們吵架次數是越來越多 然後讓他感到越來越疲憊 然後摩羯座又是對未來很有藍圖的一個星座 他就會想說那是不是如果以後有機會走入結婚階段的話 你們兩個人還是會依然一直在吵架 考慮完這麼深遠的結果以後 他們就會覺得說好都已經試過那麼多次了 我也努力了那麼久了 那何必兩個人又繼續這樣子 深陷在這種吵架的泥鬧中呢 他們就會覺得說好那就直接放手 對你來說可能是很突然的一個決定 但是對摩羯座來說 他們已經是模擬了上百次才終於下定決心的一個決定 好啦以上就是我對摩羯座的一些小分析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然後也想跟大家說就是這種影片 真的就是只是參考而已 畢竟星座就是一個大數據的統計 你也不能百分之百說 喔這個人是摩羯座就是怎麼樣 這個人是雙女座就是怎麼樣 所以這種星座的影片大家就當作參考 然後也希望說大家會喜歡我對摩羯座的分析 如果你想要看我對其他星座的分析 歡迎在下面留言 你想要聽什麼樣的星座分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 畢竟星座就是一個大數據的統計 畢竟星座就是一個大數計 畢竟星座就是一個大 畢竟星座